嗨,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iOS的沙盒机制 以及熟悉应用程序的目录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学习目标 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应用程序的沙盒 第二个是了解应用程序的目录结构 第三一点 我们要知道如何在代码当中获取指定的目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应用程序的沙盒 在iOS当中 沙盒机制是一种安全体系 它规定了应用程序 只能在位该应用创建的文件家内读取文件 不可以访问其他地方的内容 所有的非代码文件都保存在这个地方 比如图片、声音、属性列表和文本文件等 从这个概念当中 我们就可以知道 每个应用程序都在自己的沙盒内 都有自己独立的文件系统 然后我们每个应用程序是不能随意跨越自己的沙盒 去访问别的应用程序 沙盒当中的内容等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应用程序的目录结构 在默认情况下 每个沙盒都含有三个文件夹 Documents、Library和Temp 由于受沙盒机制的限制 应用只能在这个目录下读写文件 在按Tunes和iPhone同步的时候 会备份所有的Documents和Library目录 并且当iPhone重启的时候 会丢弃Temp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Documents Documents是苹果建议 我们将程序中的文件数据保存的地方 并且在iTunes备份和恢复的时候 也会自动包括这个目录 Library Library是用于存储 存序当中默认的设置 或其他状态信息的 Library目录下边有两个子目录 第一个是Catches 作为Catches 介名之一 大家都知道 它是存放缓存文件的地方 按Tunes是不会备份这个目录的 这个目录也不会在应用退出时删除 这是它跟Temp目录的文件 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第二个是Preference 这里是存储程序的默认设置的地方 基于NSU的Defaults的首选项设置 便存储在这个目录下面 最后一个是Temp目录 Temp目录主要用于供应 应用程序存储临时文件使用 并且按Tunes是不会备份 这个文件加 下面的文件的 接下来我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在项目当中 如何获取一些相关的目录 这里我准备了一个小工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先在看这个工程之前 在前边我给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 IOS的这个撒合机制和它应用程序的目录 大家有一个从理论上的认识 为了加强大家的印象 中理我们给大家再先实际的讲解一下吧 我们把下面的代码给出示掉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目录吧 这个后目录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应用程序的撒合目录 我们运行一下 稍等一下 好的 这里打印了我们的一个路径 这样把我把我们的这个路径给拷贝出来 我们只拷贝前面这个地方吧 然后我们导航的这个路径下面 这样吧 大家可以看见 在我们的模拟器下边 这里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很长串的这个名字的一个文件夹 实际上每一个文件夹就代表我们模拟器上面的一个APP 可以被理解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应用程序的撒合 然后我们把这个路径复制一下 我们再进入这样一个文件夹下面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情况 好的 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路径下边有三个文件夹 就是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有个Documents Library和Temp 然后我们点开这个Library吧 大家可以看见这里有Catch时候 Preference 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模一样啊 这样的话我相信 大家也就加上了这样一个印象啊 好的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demo里边 我们接着来讲一下 获取目录的方法吧 如果说我们要获取撒合目录 我们就可以调用这样一个函数 然后接下来是Documents目录 这个方法的话大家要熟悉掌握 因为像我们平时很多时候 在我们存储文件的时候 我们都是需要把它放在Documents目录下面的 这个目录也是苹果建议我们 存储文件的一个地方 我们调用的是这样一个C的方法啊 这里这三个参数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吧 第一个参数是代表我们需要搜索 Documents的路径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啊 第二个参数就是说 我们希望把我们搜索的范围 限制在我们整我们这个应用程序的撒合之内 第三个参数是代表我们是否要把 表示我们路径跟目录的这个这个路径啊 我们是否是要把这个波浪线给展开 这样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打印的路径吧 当然我们调这个函数之后 实际上我们是获取的是一个数组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取它的第一个元素 然后我们这里强制拆包 这的话我们就得到Documents目录的路径 我们打印一下大家看一下情况吧 这里已经输出了 这是我们这个Documents的这个路径 为了加强大家理解我把这个处给Force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的 我们再重新运行 大家可以看见 这里前边的这个跟目录的路径 已经变成一个波浪号了 对吧 这就是Force的情况 不展开的情况 我们改回True再看一下 这里已经有了 大家发现了我们刚才的波浪线 是不是已经展开了 对吧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如何合取Library的目录吧 我们同样是调用上边的这样一个核数 在这里呢我们只不过把第一个参数指定为我们希望搜索Library 这样它的这样一个目录像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不做解释了 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缓存目录 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把第一个参数指定为我们希望寻找Catch 对吧 这个缓存目录的路径 后面的参数的意思是一模一样 这里我们做解释 最后我们如何来获取这个Temp目录的这样一个路径呢 我们只需要调用这个这样一个哈核就搞定了 很简单的 好的 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